看图学英文动物的单词 英文动物的单词很多 我这边收集了不少 常见的可能九成以上都包括在里面 常见的 就学学它的英文 然后都有图片 这样一目了然 当然很多有些动物 看你没兴趣 也不用去背了 就了解一下就好 前面是比较大类 然后旁边 然后后面是一蛇 生肖属牛虎兔等等 然后再把它继续分类 像生命 这边还没有讲到动物 这边是整体的 我们一般讲Line 生命 英文有些 当然我这边中文起来前面 但是我们这个应该是先看英文 比较好 那你先看中文可以 我们就说 Bean 这个字是生命 当然一字多译 它意思可能不止一个 我们这边是以动物来讲 生命来讲 生命就是Bean 在看图片 这是大概这个意思 生命 人类是human being 从猿猴 慢慢变成直立 可以变成人 它有DNA 基因 然后一般的动物是animal animal 这个是动物太多种 所以这边是缩土 有各种的动物 那动物死掉 以后那尸体是coccus 你看 这个当然不一定是这个 这兔鹰嘛 要吃这个动物啊 马啊 牛啊 的尸体啊 coccus 像动物的腐肉啊 这个 腐肉就是 还没有完全变骨头啊 但是已经开始 有一点腐败了 腐肉 所以有些啊 像那个兔鹰啊 那些就喜欢吃腐肉的动物啊 carrion 动物死掉后肉开始浮来 那不是人啊 这不能用在人 这用在动物啊 carrion 那哺乳动物呢 叫memo 哺乳类的啊 什么大象 连鲸鱼啊 鱼当然啊 不是哺乳啊 这是鲸啊 海豚是啊 还有袋鼠啊 这些 这是反正会哺乳的啊 马啊 这些啊 memo 那食肉动物呢 像狮子啊 老虎豹啊 还有食肉的啊 还有草食动物 petitor 我们也叫 掠食者啊 食肉动物 petitor 然后铃长类动物呢 像猴子之类的啊 各种猴子啊 p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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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人发生pimate 也有啊 pimate pimate 原生动物就是比较单细胞啊 就是很简单的啊 当然通常很小 它们在海洋里面 tutu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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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啊 原生动物 那爬虫类呢 你看像鳄鱼啊 鳄鱼类啊 蛇啊 乌龟啊 这都是用爬的吧 蜥啊 reptile reptile 爬虫类 那厚皮动物啊 大象啊 犀牛啊 蛤马啊 这种 老虎狮子还不算啊 像这种 pacton pacton 那吸血动物啊 像水痴啊 这些啊 还附在人的皮肤上 可以吸血啊 blocks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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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就是骗你的钱啊 放高利贷啊 就是把它引申过去啊 原来是吸血动物 blocksucker 而像有带乐动物呢 最常见的就是像 袋鼠啊 之类当 也不止袋鼠啊 还有一些其他 就是它腹部位 像袋子一样 machupio machupio 他不是machupio 是machupio 那脊椎动物像人嘛 有脊椎嘛 鱼也是有个脊椎嘛 乌龟都有嘛 爬松也有嘛 脊椎动物 当然狮子老虎也是嘛 verteb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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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无脊椎动物 像主要是像昆虫之类的 就前面加一个 代表反译的 就没有的意思 或否定是加in 加in 无脊椎动物嘛 像这些 invertebrate invertebrate 那像软体动物啊 乌贼啊 鱿鱼啊 花枝啊 像蜗牛啊 蜗牛啊 多人念蜗牛 就是蜗牛吧 我们叫蜗牛 蜗牛啊 蜗牛 欸 蛤上面有疚啊 可是它里面是软的啊 还有仁吉 thì 像牡蜜啊 这些 ysłEd 拔抓鱼啊 扇贝这些啊 mollusc 他不念mollusc 他念mollusc 不许是 就不许是 像 烈石类 主要是老鼠之类的啊 老鼠很多种兔子啊 Rodent 犯触动物像牛有四个胃 什么蜂巢胃 什么胃 四个胃 犯触动物放进去又吐回来 反复的消化 犯触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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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常常像常见的common ruminants 除了马 牛 羊 鹿 长青鹿 蜜鹿 领养这些都是ruminants 蟹蟲呢 蟑螂 蟑螂各种小虫子 蜘蛛 还有大一点的 花蜜鼠 花蜂 这些rumin 中文是蟹蟲 但英文除了虫以外 像小兔子 老鼠之类大一点 它也可以用 中文没有翻好 就有害的生物了 那野生动物很多嘛 wild animal wild animal 这很多嘛 反正不是加利亚的都算嘛 那野生动物另外一个单词是wild life wild life 也是野生的 那我们看 具体的动物从属牛糊涂 但是我们在台湾都习惯用台语啊 触骨后头 临抓背 由高给高低 这样的蛇神效 用普通话讲话不顺 小时候看那个布袋戏啊 或什么 歌仔戏啊 像老鼠啊 它有两个 你看 我们说 大老鼠是wild 我们一般mouse是像滑鼠也是用mouse啊 这是小老鼠啊 你看大一点的老鼠是wild 另外它也变成鼠背啊 鼠背横行就坏东西坏人了 那mouse也变成那个胆笑怕事啊 这样子 像鸽子啊 小白鸽啊 就是很单纯啊 小兔子很乖啊 都有一个 都有隐身的意思啊 wild mouse 大老鼠跟小老鼠 它体积大概差一倍吧 一倍以上啊 但是尾巴都蛮长的啊 然后 松鼠啊 这边都是跟鼠有关系的 类似的啊 Social squirrel squirrel 天竺鼠啊 可以当宠物啊 小小的啊 Guinea pig 仓鼠呢 也可以当宠物啊 Hamster 花荔鼠呢 松鼠之类啊 都跟老鼠差比较多啊 反正都是跟鼠有点像的啊 花荔鼠啊 野外上看到就喜欢吃核桃胡桃的 Chip monkey Chip monkey 睡鼠 你看 喜欢睡觉啊 所以它前面这个 door door 就是制服啊 要睡觉制服啊 Doormouse Doormouse 那地鼠忙说 打地鼠啊 电动玩具里面到游乐场里 打地鼠啊 打得很忙啊 Gopher Gopher 那吐蕃鼠有好几个英文啊 那我说这边讲一个美国加拿大的吐蕃鼠啊 Ground hog Ground hog Hog 本来是猪的意思啊 体积大一点啊 这个土地上的猪啊 这叫土拨鼠 Ground hog 这个Ginnipeg重复了啊 Ginnipeg 建筑鼠重复了啊 射箱鼠啊 这边射箱都有的 但香味射箱鼠啊 还有射箱牛啊 射箱猫啊 都有啊 所以Musk就是射箱啊 射箱的老鼠 MuskGrad MuskGrad 然后这个呢啊 这个也是野外的啊 大一点啊 Apossum 附属啊 中文翻译附属 Apossum 是一定要有照片 没有照片的话分不出来啊 然后那个虎尾大铃鼠啊 你看像狐狸的尾巴啊 叫Pakran Pakran 像狐狸尾巴啊 突然在树林里面啊 地鼠啊 但地鼠跟这个前面 中文是一样啊 中文一样 但是英文的意思不一样啊 Shoot 这个当宠物啊 Shoot 你看很小 很小的意思啊 那这个土拨鼠 一般的土拨鼠 前面那个土拨鼠啊 这土拨鼠是美国加拿大的 那一般的土拨鼠啊 是叫Woodchuck Woodchuck Woodchuck 那这个念眼啊 也埋了眼鼠啊 也叫前鼠啊 叫Mo Mo Mo 当然有时候中文 会有不同的讲法啦 当然是英文为主啊 中文大致上是这样啊 但是有时候你看 欸不对啊 它有时候是别的字啊 是有种情况啊 Mo 这也可以当字啊 我们讲黑色的 皮肤上长那个字啊 黑色的半点 黑纸突出来 那跟数有关系 是不是 雕啊 可以说雕皮大一啊 二美 那二美 当然二美不一定 这照片是白色的啊 那雕不一定是白色的 有灰色啦 有咖啡色啦 有黑色都有 有黑雕嘛 像这个叫黑雕啊 纸雕黑雕啊 其他是也不是纸 也不是黑啦 红棕色 当然颜色有很多种 有的真的比较黑 也有啊 叫Sable Sable 那雪雕呢 站在雪地里面 Fe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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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美就是一个 一个通称啊 那继续要看是雪雕 还是紫雕 还是水雕 水雕 水雕是MAC MAC 通常在这个 路上跟水上 它都可以 养气动物啊 豪猪啊 它上面有的 像那个芥一啊 所以有时候 狮子老虎啊 这个吃它 肚子饿了 这没办法吃啊 我看过视频啊 一只豹子吃它 是把它吃掉了 没错 但是最后 也死掉了 因为全身这个刺啊 它会脱颅啊 都会刺在豹子上面 豹子 吃它了以后 吃了豪猪 全身也被刺了 吃了以后也不胖 但是吃到胃 吃到内脏就完了啊 Polcupine Polcupine 豪猪 刺猬呢 这个刺猬跟豪猪是不一样啊 它刺没有那么长 但是短刺啊 豪猪是长刺啊 Hedgehog Hedgehog 这个话本来都是肉猪啦 食用猪肉的意思啊 刺猬 那猪猪呢 那猪猪呢 这确实很臭啊 后面围八个地方 臭往skunk 所以skunk 也不当错位的意思啊 skunk 那海狸呢 那海狸呢 那海狸跟这些 是应该不太一样 就把它放在一起啊 beaver beaver 那有代类动物叫Marshopio Marshopio Marshopio 刚刚前面种类有一个啊 像常见的就是袋鼠嘛 Kangaroo Kangaroo 那这个一个比较特殊的叫Mung 中文是Mung 你过去看Mung 也不知道找什么样子 照片看一下啊 大概就知道什么样子 Mung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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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 那蝙蝠呢 是Bat 它是虾子 看不到啊 但是它脑部有类似像雷达那样子 可以判断飞行啊 带雌性啊 Bat 吸血蝙蝠啊 真的有这个Vampire Rat 它是一颗吸血啊 所以这个造型故意弄的 后面弄个披风啊 四药株啊 故意弄个 Vampire Rat Vampire就是吸血鬼啊 Vampire 那属牛虎吐 牛的话呢 像一般的公牛叫Bow Bow 当然 这个照片只是做个代表啦 这个里面有很多种啊 那也不可能 把各种工人都讲 就是一个代表性 所以你不要说 公牛啊 或者什么 野牛啊 什么 水牛一定长得 就非得照片 不是这个意思啊 它是一个代表性 大概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Bow 芝加哥公牛 对吧 母牛呢 是Cow Cow 那这个知道是奶牛啦 因为母牛是鸡奶 公牛就没法鸡奶嘛 那Cow Cow就是一堆牛群啊 两只以上啊 到几十只起来都可以Cow 牛群 它不加S啦 然后 是Ox 有时候英文 Ox就是牛 到底是什么什么牛啊 就是淹牛 淹过的啊 淹过的牛 Ox 淹过以后啊 它的肌肉好像长得比较壮 北美的水牛是Bowl 北美的 美国加拿大 Bowl 所以它的牛啊 北美的牛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一般中国啊 中国的水牛嘛 水牛长得它的脚啊 你看 就是比较高一点 然后往后面那脚 幅度啊 形状都不一样 Bowl 我们一般中国 台湾的水牛 Bowl 大概长这样子 那北美大野牛在Bowl 它不念Bowl 它念Bowl 现在还有啊 所以以前那个 英国殖民到美国吧 一开始东部 比较少 就开始往西部 哇 西部很多这种大野牛 好大的爱吃 好大的爱吃啊 那最早是印第安人 用剑射它 就吃它的肉 那美国更来用枪嘛 那剑的话射很多次 它才会死嘛 有时候射不死要跑掉 那枪的话 枪的话 就大概打头 你不会打屁股嘛 不会打上面嘛 打胃的话 当然手表 就打头嘛 打头大概一枪毙命嘛 头部嘛 尤其打到脑的话 如果打到鼻子嘴巴 那就一下死不了 就大概打到眼睛啊 眼睛脑部这边 一枪就毙命啊 就Bowl 所以美国那些 往西部移民的时候 就看到这牛好大 可以吃很久啊 可以吃很久啊 回去怎么吃呢 就圆着聪明啊 就把皮剥掉 皮啊 可以这个 当皮衣啊 可以这个 冬天冷的时候 遇寒 那它肉啊 就美国那旁边牛排了 哇肉 把它切的厚厚的一块 一大片 然后可以烤 烤也蛮好吃的啊 可是用煎的话 加点油 用油煎 更像嘛 而且牛排得出来 就stack 就变stack 最早的牛排 就是用这种牛 但后来其他牛也可以啊 小母牛 这个英文叫heifer 小母牛 这只蛮大的 但是也不是说 一定要个子很小 叫小母牛 就是说反正没有生过 没有生过小牛的牛 母牛 就像女人啊 没有生过小孩的 女人 easy啊 heifer 然后牛角呢 我明白 只要牛角啊 牛角就是这个horn 也可以当喇叭 后来变喇叭 牛角 然后呢 因为有一个livestock 它不念lip 有livestock 就牲畜啊 也不一定是牛啊 牛啊 羊啊 猪啊 马啊 鸡啊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livestock 就是跟人有关系 大概可以吃肉的 甚至有些鸟也算 就主要是说 你可以把它当食物来吃的 这些一大堆的livestock 欧洲美国有一种长脚 你看脚很长 叫long horn long horn 长脚 长脚 然后射脚牛 毛很长啊 有点像毛牛啊 毛很长啊 叫musk ox 有香味 musk ox ox ox就是野牛的意思嘛 那现在反正外国也长 就把刀牛了 也不分那么清楚 musk是有射香 一种特殊的香味 musk ox 那毛牛啊 这个字 以前有人念李牛 他应该念毛牛 yak 就是西藏那边的啊 很大一只 毛很长 因为那边天气冷嘛 yak 然后日本河牛呢 是 weigu weigu 就是一小五味啊 五味河牛 很贵的要命啊 把它这个按摩啊 给它吃很好东西 很贵啊 到餐厅吃日本 五味河牛 非常贵啊 那澳洲有河牛 美国有河牛 但是最好啊 日本啊 你看这边有肉啊 意思就是它的油花比较多 但是有人觉得太油啊 油花多啊 就是入口饥荒的意思啊 日本河牛 weigu 安格斯黑牛啊 这个也是常常做牛排啦 或者是吃火锅的时候啊 这个 切成薄肉片也很好吃啊 安格斯黑牛啊 安格斯 安格斯 蛮大吃的 通常黑色 然后看老虎类的啊 老虎像一般是讲tiger嘛 那老虎有很多种啊 也不是说一定要长这样子啊 就是 就大概什么啊 就是做个代表tiger 但是tiger一般是讲公老虎啊 它也代表整个老虎啊 但你如果碰到一些 词的老虎 母的老虎啊 英文程度好 就叫tiger tiger 公老虎tiger 母老虎tiger 但我们这样一般也分不出公 公跟母啊 当然如果看到有生殖器 就知道是公老虎 所以以前我这个到这个 动物园啊 旁边有个太太抱着婴儿 哇 结果在这个 看它是老虎啊 有笼子里面嘛 也不怕 结果那老虎啊 它身子气啊 蛮长的 结果它小便 就那么巧 一甩 一甩 甩在那个婴儿脸上啊 我站在后面还好一点点啊 这个太太 哇 身上婴儿脸上啊 哇 因为它那个 一甩一甩就小便出来 哇 那个喷住的量还蛮多啊 大家就吓一脚 怎么这样子 然后pom 像那个老虎狮子啊 豹啊 他的脚掌啊 叫pom pom 很大 这个老虎狮子的脚掌很大 你看照片好像不大 其实你真的近看的话 很大 所以那个虎掌啊 狮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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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样子 哇 人家碰一下啊 因为它那个 还有那个尖的 很锐利的这个啊 那个 像指甲尖的啊 这抓一下 人就完蛋了啊 所以你看它 有时候抓 那个牛抓马 它铺上去啊 哇 你看它这个 马跟牛皮肤也厚 皮也厚 各是抓伤 因为它非常利 因为它很重啊 它这个 长很大 没有说照片中的 好像小小的 因为它整只老虎很大 然后 剑尸虎当然 现在灭绝了 以前卡通啊 还有动画片有啊 septice septice 是军刀的意思啊 你看像军刀啊 它比喻成很利 长长的军刀 剑尸虎 septice 像军刀一样的牙齿 那虎狮呢 那虎狮呢 就是老虎跟狮子啊 扎身的太刚 太刚 那东北虎啊 蛮大的啊 septice 西伯利亚虎 一般叫东北虎 也可以叫西伯利亚虎 septice 所以像这个啊 公狮子啊 跟母老虎啊 身帅的叫做狮虎 我们待会后面啊 有狮虎啊 有没有狮虎 后面有狮虎啊 但是呢 公老虎跟母狮子啊 这个有点 有点模糊啊 叫做狐狮 所以你看狮子老虎嘛 当然没问题嘛 可是公狮 狮虎 跟母老虎 神叫狮虎 狮在前面 公老虎跟母狮子啊 叫做狐狮啊 叫做狐狮啊 那孟加拉虎啊 孟加拉的印度那一代叫 Bengal tiger Bengal tiger 那白虎 白色老虎 他是变种 变种啊 他也没有什么生育能力 所以东北啊 除非他本身是白色啊 包括他本身是灰色啦 棕色啦 黑色啦 如果他白色就是变种 通常就比较没有生育能力 你看像人嘛 有时候白子 我们像亚洲人啊 有时候皮肤都黄皮肤嘛 有时候生个白子就没有 体内缺少 黑色素啊 就很白了 眉毛啊 什么头发都白的 皮肤都很白 他变种啊 就不健康啊 生育能力比较差 健康差的 Wire tiger 那狐狮子呢 我们一般狮子叫lion 他是 精确讲是公狮子啊 因为他有中毛嘛 那母狮子呢 他没有中毛 是lion 所以一般是要去捕猎啊 是母狮子啊 母狮子在干 这个一般是 一只公狮子可以配合 就是母狮子啊 是他们要生地牌 那小狮子呢 叫lion cab 就是幼兽的意思啊 也不一定是只有 只有是老虎啊 狮子啊 老虎啊 豹啊 熊啊 这些大一点的动物的 幼兽啊 都可以用看啊 当然前面讲的lion 一定是小狮子 而狮虎叫 狮虎体型很大啊 比老虎狮多大啊 所以你看前面啊 狮虎特别大 虎狮就不会很大啊 他也蛮会跳的啊 就是一半老虎一半狮子 公狮配母 叫lion 很大一只 也是没有什么生育能力啊 像马跟驴子可以生螺子嘛 可是螺子也没有生育能力啊 那我们再看豹啊 豹一般叫lion lion lion 一般豹 那这个印度豹 你看这看来一定很会跑啊 叫cheater 印度豹 cheater 美洲黑豹呢 黑豹 我们一般黑豹叫pander pander 但是在Konomi 叫粉红豹 他也是用pander 但原来意思是 美洲黑豹的意思 pander 那美洲狮呢 假设一讲狮子啊 可是他也不像狮子嘛 他英文啊 叫cougar 英文就没有什么狮子老虎啊 那中文就翻成美洲狮啊 可能是 动物学家把它归来为狮鼠 那一类 cougar 那后来 cougar 意思又变了 又变成什么 就变成那个女人啊 熟女啊 可能 35岁以后 40岁50岁啊 有年纪的 熟女啊 因为熟女又分轻熟女 中熟女 重熟女 反正熟女啊 有一点年纪的 也喜欢小帅哥 喜欢小鲜肉 那种叫cougar 我们叫石奶啥时候了 那美洲豹 一般也叫花豹 叫 这个 我打厕 叫 Jaguar Jaguar 那有人家过 但是Jaguar比较对啊 花豹 美洲豹 像那个 汽车很贵的 Jaguar 叫 鸡架 鸡架 鸡架是很贵的 山猫叫 Lanx Lanx 有点像豹子那一类的 都不像猫嘛 Lanx 它也是猛兽 那豹猫呢 这不知道是不是豹跟猫 但是一开始豹了 应该跟猫没关系 就是 长得有点像猫 它头部有点像猫 但体型当然是豹 Osslet Osslet 然后熊呢 一般讲熊 Bear Bear 那后来也变了就是 男人 恐怖有力 长得很高大 长得像熊一样 就是那种 大个子男的Bear 但是通常讲比较粗鲁一点 不羞蝙蝠的Bear 一般熊 熊有很多种 我们在看 北极熊一般是白色 飘了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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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熊 那灰熊很大只 非常大只 叫Grizzly Bear Grizzly Bear Grizzly是形容词 不是副词 Grizzly就灰色的 灰熊 大灰熊 也是在北美 很大一只 Grizzly Bear 那个动物的毛皮 当然也不一定是熊 熊的毛皮 狮子老虎的皮 比较少少做 甚至雕皮 还有以前美国人 他们英国一名 用海梨海踏 做各种皮 狐狸 雕皮都可以 反正毛皮 动物的毛皮 可以郁寒 或者眉关 就是Fur 牛皮也可以 但这边看起来都是像那个 熊皮 狐狸皮 貂皮 魏熊是Kovara 第二个音节 重点 Kovara 魏熊 鼻子短短的 喜欢在树上 所以动物园里面 像台北的牧藏动物园 最喜欢看一个就是Kovara 魏熊 喜欢睡觉 一个就是国王企鹅 色彩鲜艳 那猫熊是Panda 所以以前讲熊猫不对 因为它是熊 不是猫嘛 就是它可爱 因为黑白上尖 头是以白色为主 可是眼睛 耳朵 鼻子这边黑色 蛮可爱 很笨重 它很奇怪 它只吃竹子 甜竹 其他都不吃 牙齿 Panda 另外一个小熊猫 可是小熊猫 跟猫熊长得一点不像 跟晚熊有点像 所以动物学家 他们都认为 虽然是讲习惯的 Red Panda 但它跟熊猫 没什么关系 两个体型差太多 外形也不是很像 它可以Raccoon 跟晚熊很像 晚熊是Raccoon 长这样子 然后树蓝 树蓝 树蓝你看 这个也长这样子 爪子很尖 Slow Slow 还会爬树 所以叫树蓝 也是 不太动 树蓝什么 所以叫蓝 很懒得 不太动 活动能力不强 也许吃一些小虫子 那狼欢 或者叫雕熊 长这样子 看起来牙齿很厉害 叫Ubering Ubering 这有点像这个狼 所以有个wolf 是叫狼欢 就狼跟欢 两种特质都有 那一般的欢叫Better Better 欢 喜欢吃蜜 欢喜欢去吃蜂蜜 然后这个俊年利 俊年利的狗 叫Haina 它第二个音节 Haina 这个Haina 叫声 很尖 很凄凉 很凄凉的感觉 但是有的时候 叫声有点像在笑 笑的声音 Haina 也叫 它叫猎狗 也叫 有的时候也叫 土拉拉 跟这个 哎呀 它叫猎狗 这个很凶猛 牙齿咬合力非常强 在非洲很多 有时候 有时候它敢跟那个 狮子老虎包 去抢那个 腐肉 动物去吃 你看它动作很快 就是它的群体动物嘛 它有时候这个 五六只 七八只 对付一只 一只 一只 一只豹 一只狮子 它也不怕 那狼呢 是Woof 狼就叫 Woof 也是很凶猛 牙齿也是很利 银神 狼狗嘛 就有点像牙齿一样 动物又吵死 一般狗 扎实动物 可是它奇怪 它们牙齿都很白 非常白 土狼呢 凯欧里 凯欧里 土狼 这样子 那狐狼呢 叫Jagged 也有人 也有人把它讲成 柴狼 像是柴狼虎豹 不過一般字典是讲 狐狼 比较多人 Jagged 那黄鼠狼 可以击败你 黄鼠狼長叫 脖子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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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Wizel 希望抓鸡 来吃 Wizel 黄鼠狼 然后狐狸呢 是Fox Fox 虐狸 就是一般就这位狐狸很狡猾,很惊慌 动作很敏捷,要抓狐狸不容易,很灵巧 然后如果加一个Y,Foxy Foxy就变成像狐面,所以我们叫狐仙 美女把她叫狐仙,Foxy 就是很性感的女人 狐狸尾巴用Brush,所以后来把她叫刷子 刷子就是Brush 如果尤其刷子就是Brush 狐狸尾巴蛮厚的,这也可以做貂皮 然后一般的毛皮,除了刚刚讲的Fur以外 也可以当Code,Code就是外面一层的意思 后来变成衣服的大衣,外衣外套,Code 就最外面那一层的厚一点的大衣,Code 一般也可以当毛皮用 但是一般Code是讲它活着的时候外面那一层毛皮 那Fur也可以当活的,也可以当死的 然后这个狐狸,一般是讲公狐狸 母狐狸,就用这个字 Vixen Vixen,母狐狸 那大型猎物啊,我们去打猎的时候啊 大型的狮子老虎啊,斑马啊,犀牛啊,这些大的鹿啊 用Big Game Game本来是游戏嘛 也可以当首例啊,Big Game 这大型的猎物啊 那西藏学人是传说叫Yeddy Yeddy 像那个什么,身为传奇啊 好像不知道第七集啊 就里面用那个动画啊 拍得跟真的一样 就传说中他个子很高啊 比人高很多啊 可能大概有 差不多快两个人高 一个半,一个半人以上 就传说中啊 有人说心事在说看过 可是没办法 那就抓一次来看,抓不到 就是一般西藏那边 喜马拉雅、撒旦一旦啊 就是有人说看过啊 那大小怪也是一样嘛 这里有人拍过照片 可是有人说这是假的啊 比较高一些人去办的啊 一样嘛,反正抓不到嘛 抓不到就是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信 不信嘛,叫大小怪 因为没有抓过嘛 但是有时候看到他这个 森林里啊,雪地上 有看到他留下脚蕊很大 脚蕊比一般大 大一倍以上啊 大概都是 两面五公尺 甚至到三公尺啊 就大概一个半人以上的身高啊 Bigfoot 大脚啊 有个叫大脚怪啊 像兔子呢 rabbit 一般的兔子叫rabbit rabbit 一般就是家里养的兔子啊 耳朵很长 一般叫野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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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时候我们英文啊 英文如果好就知道 哦,家里养的兔也叫rabbit 野外的兔子啊 耳朵长一点啊 动作更灵敏啊 跟那个头发 那小兔叫bunny bunny 小兔子啊 那还有一种叫雪兔啊 在这个天气比较冷的地方 白色嘛 mountain hair 就是山地上的野兔子 mountain hair 肥肥的 肥是归肥啊 跑得挺快啊 另外一种叫 也是长耳朵啊 野兔通常耳朵就比较长啊 另外一种长耳大野兔叫jack rabbit jack rabbit 另外一种草兔啊 通常在草原上 不是吃草嘛 因为它们都可以吃草嘛 就在草地上 草原上 像是雪兔啊 在高山上 雪地里啊 这个在 通常在草原上 叫kpe kpe 所以这个 很多你也记不住啊 没关系就是 反正常用的记一下 不常用的 就这个 大家知道 有种名称啊 当然有些英文程度很好了 它就可以多记一点啊 像龙啊 所以我们东方的龙 dragon 西方龙 英文都是这个dragon 跟东方龙西方龙不一样啊 东方龙是这样 但也是传说中啊 也没有说真的抓一次来看看啊 那有人说你绝种了 可是上古时代也没有嘛 你就是绝种了 那你可以找到化石嘛 化石也找不到嘛 在传说中的东方龙是dragon 那西方会喷火嘛 而且它翅膀啊 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尾巴 像冰火权力指针啊 权力 权力的游戏啊 就是喷火的龙啊 有传说嘛 dragon 都是传说中 都看不到 但是上次YouTube上视频啊 拍了一个 还在 中国啊 在湖南啊 还是哪里啊 哎呦 三家界什么那里啊 这拍到啊 而是西方的龙的样子啊 不是东方龙的样子啊 而拍了啊 飞来飞去 哎呦 看起来跟真的一样啊 可是你抓一次都抓不到 变色龙呢 它当然也不是龙啊 它比较像蜥蜴类的啊 反正这个龙之后 就把它放在这里 chameleon 所以我抓这些啊 又花了不少时间啊 这个收集起来 花了不少时间啊 啊 chameleon 它这个音节在后面 chameleon 变色龙啊 它会变颜色啊 有时候绿色 有时候变成棕色啊 又变成人带土色 会变啊 像龙元啊 这种啊 龙元有点像娃娃鱼啊 可是颜色斑点不一样 龙元叫 叫Semamander 那猎蜥蜴呢 长这样子 也吃肉的 一贯 大蜥蜴 也是 有人说以前 很多古代的动物都缺气了 灭绝了 但有些留下来 但有些形状变 有些大的变小 也外形变点 一贯了 就是人家说这是古代的生物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 没有灭绝 科莫多龙就在太平洋的岛上 有几个岛 科莫多岛 上面有很多字 以前更多 像少一点 保育的可能是七百字 科莫多和Dragon 也是吃肉的 蛮大吃的 如果同类之间 有些受伤他会吃 那蜥蜴叫Lazer 不大 所以这些照片 没法显示它大小 但科莫多龙很大 那蜥蜴小小一只 Lazer 那壁虎更小 壁虎 你说颜色是这样子 当然它有很多颜色 我妹妹家里很像灰色 小小一只 因为它有脚掌爪子 这边有吸盘 除非太凹凸不平 它就比较累了 像玻璃那么光滑的 不是 粗糙一点反而好爬 粗糙一点 很平滑 它可以有副吸盘 如果粗糙的 它就可以抓上去好抓 如果吸盘 它可以吸住 所以玻璃 它可以爬玻璃 爬墙壁 都可以 它应该是爬玻璃 更方便 吸盘更方便 Gegg 壁虎 一般是 家里一般是灰色 土色比较多 然后 这边是讲恐龙类 恐龙类 像我们一般讲 Dinosaur Dinosaur 但恐龙很多种 这是通圈 不是说恐龙一定长这样 Dinosaur 就是一般的恐龙 然后再去分 像一手龙 像鸟一样的 它 People find Pterodactyl Pterodactyl 不太好发音 一手龙 这些都灭去 恐龙都灭去 那暴龙 这个恐龙的之王 嘴巴那么大 它可以吃很多其他龙 还有吃这个 以前如果有牛羊都可以吃 叫 Tyrannosaurus Tyrannosaurus 一般不好发音太长 叫T-Rex 叫T-Rex 比较好发音 好发音 迅猛龙 这个 猪肉机工业 就是比较小 就大概跟人差不多 站起来跟人差不多 高 算小恐龙 但是动物很快 反正都是肉食动物 Velosiraptor 都不好念 三角龙 它前面有三只脚 T-Rex 或者念T-Rex 又念T-Rex 又念T-Rex 美国发音比较是T-Rex 英国发音比较T-Rex 就三个 T-Rex Bicycle 就是两个轮子 T-Rex 就是三轮车 Mono 就是一个 那四就是QUA 像Panagon Panta就是五个 十个就是Hexam T-Rex T-Rex 三角龙 然后晚龙 最高的 最长 脖子最长 就长度最长的 Bernchur Saurus Bernchur Saurus 这些都不好念 就是比长津炉还高很多 可以吃很高的树野 剑龙 这剑龙后面好像一根一根 也不像剑 这些都凸起来的东西很大 这很大一只 这也是那电影 《诸多记》里面的画面 Stegosaurus Stegosaurus 很大一只 但剑龙 剑龙吃草还是吃动物 应该是动物吧 一般都是肉食性 但也有一些少数的吃草 然后蛇呢 我们一般讲蛇是snake 但是通称 那我们说蟒蛇就很大 蟒蛇比较正统的讲完是 Bullet Constructor Bullet Constructor 蟒蛇 那眼镜蛇呢 像埃及 埃及很多法老 王冠上就有一个 Cobra Cobra 美国军方还有一种 炎镜蛇的直升机 珊瑚蛇是这样 珊瑚是Cobra Cobra Snake 珊瑚蛇这样 那百步蛇呢 叫Chinese Moxic 当我们一般叫做 100% 也有这样讲 但是比较外国人 因为这百步蛇是中文 自己讲一百步嘛 那外国人搞不懂 所以外国人说 中国的Moxic Chinese Moxic 那鱼蚾结呢 一结一结 Chinese Moxic Chinese Moxic Creat Creat是环状的意思 有一种叫环蛇 环状是一个属性 鱼蚾结是环蛇其中的一种 鱼蚾结 Chinese Mox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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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蟒蛇呢 Python Python 那 它也是蟒蛇啦 所以蟒蛇有这两个讲法 Bullet Constructor 跟Python 两个都有 因为全世界国家很多嘛 有些地方的名字就不同 所以大蟒蛇这两个都可以用 但是一般亚洲用Python 比较多一点 然后比较大的蛇叫Sepin 那Sepin 本来是圣经嘛 这个 就是好像 撒旦的化身嘛 化身成蛇嘛 骗那个亚当夏娃嘛 吃那个苹果嘛 所以圣经里面有蛇本 就大的 比较大一点的蛇 然后染蛇啊 也是 有一点类似蟒蛇 也是比较大只的 Anaconda Anaconda 像小蟒蛇 为什么小蟒蛇 它后面尾巴这边有一截 比较硬一点 它会发出那个响的声音 所以小蟒蛇很远 它如果这边尾巴在动 因为有敌人的时候 它这边就视级 我要发出响声 你不要靠近我 所以声音会响的 尾巴 尾巴 尾巴这个会响 叫Red Red 就是发出声音的意思 Red 就是Snake 还有一种叫 滑鼠蛇 但是跟老鼠也不像 叫Red Snake 老鼠蛇 蛇一定滑行 中文叫滑鼠蛇 英文是Red Snake 老鼠蛇 可是跟老鼠不像 然后这是台湾 台湾叫臭青宫 叫臭臭的 Sting 就是臭 Sting 它也是鼠蛇的一种 跟老鼠也不像 臭青宫 这是台湾很有名的 臭青宫 也是毒 蛇 蛇有的分毒蛇 跟没有毒的 一般大一点的 一般当时头是三角的是毒蛇 如果不是三角 就可能不是 但是跟大小倒不一定无关 有的蛇很大没毒 有的蛇小小有毒 就主要看它头部 如果你看蛇 头部三角形 你看眼镜蛇也三角的 青竹蛇也是台湾的 因为它本身的保护蛇 我们青竹 它又藏在树林里 在竹林里面 它越青蛇就看不到 平常看不到它 它的保护蛇 都轻轻的 跟竹子颜色差不多 这是青竹蛇 这是青竹蛇 读蛇 像本部有竹蛇 也是一种毒蛇的意思 本部有竹蛇 所以我们要讲青竹蛇 百步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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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一般中文的讲法 这是被咬到以后 毒性 大概走一百步 你不走也会中毒 你不走也会中毒 意思就是说是指时间 大概走一百步的时间 可能走个五分钟 还要几分钟 就会中毒 完全配新鲜 雨伞节 这个前面讲过了 台湾Branded Trade 那青蛇 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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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绿色比绿色还轻一点 Green Snake 然后龟壳化也是有名的毒蛇 台湾黑布 但是另外一种叫法叫 Terodex Snake 我们就讲 台湾黑布 就是跟台湾的龟壳化 毒蛇 一种叫锦蛇 锦就是锦衣夜行 就很漂亮的意思 衣服很漂亮 台湾Beauty Snake Beauty很漂亮 台湾很漂亮的蛇 叫锦蛇 草蛇 掉在草地上 动作很快 Green Snake 那水蛇 在水里面 通常不大 游的时候也蛮快的 Water Snake 另外一种叫Amphibian Amphibian就是两栖动物 这个像蛇 像青蛙 像这些爬虫类的 Amphibian 后来叫两栖战争 还有两栖的水路两用车子 死了两栖后来就用Amphibian 然后俄鱼呢 我们一般讲俄鱼 像Crocodile Crocodile 是它的前面嘴部 一般说它叫鼻子 不是鼻子 鼻子嘴巴在一起 就是它也叫长蚊 就是它前面嘴部它比较长 体积也大一点 那我们叫Crocodile 就是非洲的大俄鱼 美洲的比较体积小一点 短我饿 就是它前面嘴巴这边 嘴巴跟鼻子这边 比较短一点 就是反正我们讲美洲 美洲的鳄鱼 Alligator 非洲大鳄鱼呢 Crocodile 还有另外一个 Lucose Lucose 也说鳄鱼牌 那是上标 那不是动物 Lucose不是 在非洲 这个鳄鱼它是怎么吃的 它是用撕裂 然后把它拖下水以后 然后身体打转 用打转产生的离心力 去把动物把咬碎撕裂 那鳄鱼呢 它的咬合力呢 它是嘴巴张开以后 把闭合咬住 那个力量很强 可是呢 它就很奇怪 它往上撑力量就没有 所以 你鳄鱼啊 譬如它嘴巴 这样子闭起来 你人啊 你看很大 很怕 没错 可是当然有些训兽师啊 他没有经验 你只要把 用手 把他用力这边 一抱 它转不开 它没有撑开力量 力量很小 可是它撑起来 往下一咬合 哇 那力量就很大 青蛙 青蛙一般叫Frag Frag 有各种青蛙 Frag 那一般叫牛蛙 牛蛙叫Blue Frag Blue Frag 大概长这样子 比较肥一点 体型稍微大一点 牛蛙 牛蛙一般青色少一点 残除 我们讲残除 残除就是 跟青蛙很像 跟残除 它这个皮肤表面 尤其背部 还有脚 这边都有突起 像牛一样 一颗一颗的 叫toad toad 残除 残除在中国算几项动物 连乌龟最早都是几项动物 龙也是 那我们一般讲 那我们一般讲 那个乌龟 讲turnal turnal 精确讲海龟 海里面的 海龟 turnal 通常也大一点 没有很小的 通常有一定的尺寸 陆龟叫toad 那陆龟有的比较小一点 有的比较小一点 因为陆龟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小的乌龟 当然有大的 turnal 反正水里面的乌龟 我们叫海龟 turnal 陆上的海水 它去不了了 turnal 那这样 因为陆龟有很多种 这种是比较像象龟 我们后面会讲到 然后北美的大鳖 它也是因为turnal 但中文犯成鳖 因为比较像鳖 因为鳖跟乌龟又不一样 叫Snapping Turtle 那戴帽呢 戴帽也像乌龟一种 可是又不太像 但是蛮像 就是Hug's Bill Turtle 意思就是说Hug就是老鹰 老鹰的bill是鸟嘴 老鹰的嘴巴的 就是它前面像老鹰的嘴巴的乌龟 它也是这样看起来是海龟 戴帽 但是戴帽一般是比较潜水 那海龟有的在深水 深海 也不是很深 就是在远洋也有 但是我们再看 bill bill一般也叫甲鱼 这有人说乌龟跟鳖分不清楚 看起来有点像 但是讲甲鱼就比较好分 就是怎么讲 乌龟的龟壳是硬的 甲鱼或鳖的壳 当然也感觉上满硬了 但是相对稍微软一点 比较脆一点 叫鳖 鳖 鳖可以吃 像我们中国台湾人 一般乌龟比较不吃 可鳖 鳖吃 鳖一般来讲 体型一般都不大 像你烧 你看 中国的乌龟 乌龟的乌龟 淡水龟有的很小 叫天润品 天润品 有的很小 当宠物在养 所以看这个体积好小 相龟就最大 乌龟里面最大 这个还不最大 我看过那个相龟 上面可以站三四个人 站上去 因为它存在力很强 它还是可以走 但是乌龟走得慢 Elephant totus 它鹿龟 一看totus就是鹿龟 鹿上的 海里就是totus 它像象一样很大的 Elephant totus 然后我们这一集就把马讲完 就马累了 一般马我们叫Horse Horse 但是一种叫野马 这个还没有被驯服的端口 所以说西部牛在经济会里面 就找了野马 你马驯服了就没什么表演 就野马 因为你马嘛 还没驯服的时候 人骑在背上 那不高兴啊 到处乱甩啊 但是后来被征服了 或者你养胎掉时间给它东西吃了 它就让你洗啊 所以那种什么牛在经济会 这种半口 用野马 还没有被驯服的 那公马一般叫cote cote 公马 那斑马呢 zebra 有半纹的嘛 zebra 一般非洲嘛 然后母马叫fellick 这母马跟小马嘛 小马pony 母马fellick 那巨马是马种里面最大的 这一只还不是最大的 但已经看起来很大 可是比一般马就大很多 叫塞 看起来好像念shea 但还念塞 英国那边塞 搞不好有人念塞 也不一定 然后母马 但母驴也可以啊 马跟驴 母的mere 所以母马 你讲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母马 可是有的人 他也讲 讲那个 讲mere也可以啊 甚至还有jenny jenny也可以 jenny一般叫母驴 母驴比较多 母马也可以 小野马是mustin 这日本有一个汽车的品牌 叫mustin 小野马 到这马看起来蛮大的 一般是比较小一点 老马 老马仕途嘛 老马怎么看呢 有时候外形看不上 看了牙齿嘛 牙齿 你看家军说老人家的牙齿嘛 用牙齿看 人也是一样嘛 所以你说人啊 有时候女孩子啊 到了五六十岁啊 看起来化化妆啊 整形啊 不错 可是这样跑不到 牙齿跑不掉 当然有人全部做假牙 但一般来讲 牙齿跑不掉嘛 牙印会退化嘛 牙齿会差一点嘛 然后就是颈部 颈部的纹路会出来一点嘛 还有那个指 就是手指的关节 手指的皮肤 骗不了人嘛 所以有的女人啊 女明星啊 五六岁 六七十岁啊 看起来外形都不错啊 当然是化妆嘛 回家以后 卸妆老公就吓死了 但是你就算看外面化妆的时候 看起来不错啊 可是 可是她的牙齿会差一点啊 手 手指 就是啊 关节啦 皮肤会差一点 还有颈部啊 那个纹路啊 会有点准啊 老马就是neck neck 小马就是tony嘛 然后天马 在传说中 没有这个东西啊 叫paccus 要大写啊 p要大写 就专用名词啊 paccus 我们叫天马 我们叫飞马 天马行公嘛 飞马 就以前希腊 罗马神话传说啦 神啦 或者古代上古英雄啊 骑着飞马 天马啊 像那个希腊神话那样 paccus 就骑天马 而独角兽 传说中的 没有这个东西啊 uni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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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嘛 cone就是脚嘛 一只脚 但你这边看起来是两只脚 左边就是耳朵了 就是独角兽 有几项动物 传说中的 unicorn 然后呢 steed steed 巨马 我们说巨马就是那马很漂亮 跑得很快 或者你要用千里马的话 你用这个steed也可以啊 那就巨马啊 然后阿拉伯马呢 就是Arabian horse 通常白色比较多 很大啊 比较大 跑得很快啊 巨马也是巨马 阿拉伯马啊 像电影冰汉 早期的冰汉 他是阿拉伯赛嘛 他赢了 蒙古马 小一点 熊 所以蒙古大军啊 人家去看蒙古大军 你看这马都巧 蒙古马就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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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一集就讲到马好了 然后这个 把这驴子 驴子讲嘛 好了 那驴子一般是 一般是用Donkey 可是用S也可以 S也是屁股的意思嘛 但是有时候英文就一字多音嘛 到底S是屁股呢 还是驴子呢 要看上下文 一般驴子 然后驴子 然后驴子 是马跟驴子 神的 叫驴 他就不能再神了 没有凡事能力 但是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在众 神众能力很强 驴子 驴子 一种比较小 小种驴子叫Burl Burl 可以小一点 那 真正的年纪小的 出生没多久了 真的小驴 小马也可以啊 但是 都可以啊 叫Full Full 一般小驴比较多 小马 小马 一般美国人就用Tony 但是小马也可以啊 所以这边 我这个弄了很多啊 整理出来很多啊 这后面 还有蛮多的啊 可能要分至少三集要讲完 所以这边都有照片就一目了然啊 对英文有兴趣 这样子可以得到很多的啊 资讯 那我 我这个Youtube里面有20个频道 麻烦你就尽可能多订阅一下啊 然后欢迎小鹅的donate啊 小鹅捐款一下啊 那这集讲这里 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小鹅捐款 现在最后-